我講一下建立靈命和信心 建立靈命其實很重要是信心 而信心很重要的是我們認識神 當我們知道神是怎樣的神 就容易有信心 如果我用個人的比喻 譬如當有個女生有個很好的男性 很喜歡他 這個女生當他很飄忽 一會兒又不喜歡 一會兒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但是那個男生經常向他示意 我很喜歡你 我在等你 我等你很久都在等 又真的這樣做 當這個女生知道那個男生是這樣的時 他知道每次他一說就找回那個男生 那個男生就很歡喜 這樣的時候他就會有信心 因為他知道他必定接立他 他每次找回那個男生一定會歡迎他 這個女生就有信心 但如果那個男生一時一樣 他就沒有信心 我用一個人的比喻 神和人永遠都必定對我們好 永遠都愛我們 體重我們和他有耐性 很重要的就是他的耐性 我們就算不聽話 他也有耐性 也有接立的心 這就令到我們有信心 我自己也曾經有些軟弱的時候 但我發覺親近神 他就馬上來了 他的平安就馬上來了 所以他不會說 你這麼久沒有親人 我不理你了 他不會這樣的 他會經常吸引我們 拉我們回到他那裡 一回去他就馬上去束縛我們 當我們有過這些經驗 我們就記實一件事 神一定會跟著他所應許的去做 神有一件事很特別的 神會跟從他自己的說話 所說的那些應許和規則 這跟人不同的 人可能說完的事又不做 但是神說了 你親近我,我親近你 神會感動我們 神在我們前後環繞我們 按手在我們身上 神會吸引我們回到他那裡 神說了他就經常這樣做 就算我們軟弱他也經常這樣做 所以就算你軟弱 這段時間小祈禱 有些人說 我軟弱,神也不要我 這句說話是自己家 神會不要他的 我第一次就是這樣 哎呀,好像神也… 其實我沒想到自己和神有個距離 你一整天都不幫著我 那我說,神是一切都幫著我們 是我們,是你自己對神的聖身 我會有這個信心 看到他這樣對我講話的時候 我會有一點難力的信心 我想知道 因為有時有些人會這樣量度 有些人會量度神的愛 怎樣量度呢? 事情順不順利? 如果這樣量度就會有問題 例如有些人去做生意 或者做某些事情 這段時間不順利 就是神愛我了 這是沒有關係的 這是沒有關係的 這不是成正比例的 因為基督徒就算很愛主 也會有些困難的時候 但是神至終會祝福我們 會帶領我們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將困難捍衛 一個指標 說神愛不愛我 而是就算有困難 神也在愛我 但是很多人就很難將它分開 我這麼困難 神應該紀念我吧 神也不幫我 因為我失敗了 神也不幫我 他敢 這句話就是下一句 是人加上的 失敗了就是神不幫我 這句話是他加上的 失敗可能有很多原因 因為我們不是神 我不懂得說是甚麼原因 有時是人為做失敗 有時是神想我們做其他更好的事 容許我們失敗 但是不是代表神不理我們 我們不關心我們 神是很想祝福我們 關心我們 那這個 那我們的信心 在哪裡呢 神的永恆應去 他一定是跟著他應去做 而我們曾經經歷過神的祝福 譬如每天都親近神 就算你親近不太長 你都會經歷到平安 興省 喜樂 那你就說 神在祝福我 神和我一起 那就會由我們的經歷去觸實 神現在和我一起 神現在祝福我 這就會加強 我們信心 即是我們任何經歷 任何困難 都可以觸實 神一定幫助我們 就不要用那些事情順不順利 譬如侍奉 那樣 那個人又離開了 哎呀 當然是神不愛我 這是無故的 是那個人不愛神 是那個人離開神 但是我們恆久 有時他們又回來 但是我們 有哪些事情我們可以恆久觸實 第一就是聖經話語不改 第二就是我們可以經歷到神的平安 你總之你什麼困難都好 你安靜下來 你呢 讚美耶穌 感謝耶穌 相信耶穌的愛 你都會經歷到平安 那這些就是我們祝實的 好了 那會不會有祂的祝福 我們做的事 會的 但是呢 有時這樣 有很多因素 我們做的事 是否得到神的各樣的祝福 有很多因素 譬如有些人侍奉 他又不懂得如何愛人 關心人 如何建立靈命 如何為人祈禱 那時候呢 他找不到那個鑰匙如何侍奉 那他就要學侍奉 因為如果學不到 其實侍奉幾個因素 第一就是神關係 第二就是對聖經的認識 又深信聖經的話語 又將聖經的話語消化了 應用了 你應用的 例如我這樣 我應用過處理什麼呢 情緒 負面思想 罪 軟弱 就是我什麼都處理過 所以有人說 有什麼問題呢 我全部都試過 我都可以分開給他聽 我曾經如何軟弱過 後來我如何得到力量 我曾經如何犯罪 但我又如何處理罪 我自己經歷過神 如何幫我 我便 將聖經形容出來 然後能夠簡單地解釋給別人聽 這些都是我們事奉學習的東西 解釋給別人聽 因為 有時人會用了一些複雜的方法 人聽完之後又忘記了 我們便要多些幫助別人 多些幫助別人 要說 解釋很明白 我們便用這個方法 人容易明白的方法 解釋給別人聽 我先總括幾件事 我們在事奉裡面 如何成功呢 第一,跟神一定有關係 有神的同在 神的祝福 神會祝福我們的生命 然後有神的話語 又應用出來 又有機會去學習 如何服侍 這是其中一個學習 要先學習 學習了 學習了又去練習 去用 做的時候發覺如何有效 當有效的時候 便知道這樣便可以 便知道如何進步 學習的方法都可以進步 神又會啟示我們 神會有時帶領我們 例如我自己來說 我經歷聖令 我初期的時候為人祈禱 和我現在是有分別的 我現在會留意那個人 他可能會有抗拒 或者有些地方他不開放 或者他有些懷疑 負面的想法 我會留意他有沒有這些 先去幫他回應這些 又去知道神的真實祝福 然後怎樣的方法 為他祈禱 更加容易經歷 這個經驗讓我能夠 很多人都能夠 容易經歷到聖令 稍後我的影片很短 這個影片在哪裡拍的 在茶樓拍的 聽到茶樓聲 不過我的背景 就找了一個比較簡單的背景 就不是那些人 就是背景 我當時做了什麼呢 因為和一個人聊天 本來是一班人吃飯的 吃飯都離開了 只剩下一個人 我見親人 我當然是想幫他 問他現在怎樣 各方面 然後我就分享給他聽 我最近又如何去短孫 又幫助人的靈靈 我又說到 靈的祈禱怎樣幫助我們代討 因為他是做代討的 然後我就說 我又和你祈禱 我剛才叫他自己祈禱 愛慕神仙 向信誠愛你 他在祈禱 他都覺得很平安舒服 我為他祈禱 只是幾分鐘而已 他又覺得有電流 有能力流過 他又很激勵 然後他就分享 很有激勵性 原來用這麼近的方法 這麼簡單 就可以和神有這麼親密的關係 在這麼親密的關係 然後祈禱 就會很有能力 代討 很有信心 會享受親密神 享受代討 因為有時代討 都會覺得很累 現在有聖靈的同在 就懂得他怎樣做 我能夠很短時間 解釋給他聽 很多關於神的事情 解釋完 就和他祈禱 他就好像 立刻 他都說好像 整個人的靈命提升了 不過 他的影片就沒有講這個部分 他的影片就講到 他的經歷那方面 因為神就很真 我經常在聖靈的運作 於是解釋給他聽 接著為他祈禱 他就經歷到了 他不如跟著做 整個人就寧願提升了 這就是我常常做的事情 有問題想問 關於我祖先所說的 幾個步 一個就是我們和神關係一定好 你不好怎麼辦 就立刻建立 就立刻說 耶穌你一定親近我的 一定找我的 一定喜歡我的 那就立刻親近神了 就祝實神的應他 又看見聖經都說 我怎樣應用 怎樣把聖經的應用出來 然後我們周圍的人 逐個逐個幫他 或者集體幫他 幫他的靈命 幫到他的靈命 好 怎樣的方法幫到 用我們的 就是透過話語 神的話語 有時候透過我們的經歷 因為我們經歷過這些事情 分享給他聽 又透過按授祝福 越做就越熟練 越熟練 幫他的時候 就越多人靈命興起 而且我們的表達 都是一個因素 我們的表達 你聽我說的時候 我越講越興奮 為什麼我越講越興奮 因為我一講到耶穌 我就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耶穌很真 很好 我見到什麼人 我都立刻說出耶穌如何好 我就很歡喜 很歡喜 所以那種喜樂 都傳遞給他們 他們聽完我說 他們都想有這種喜樂 所以有時候我去 無論是個別聊天 有時候去短孫 去幫助教牧 其實我主要目的是教牧 因為教牧 用得出來最重要 還有他們的信徒 真的很多人 即時的靈命就提升 我一聽你說話 我的靈命就很舒服 很喜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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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